腾讯时评 A咖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子 本次新品的创意灵感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系列是Holiday 就是比较自由 比较轻松的一种感觉 就很像在度假风的这种感觉 有没有加了哪些自己的小心思呢 我现在的小心思就是完全地放松 然后去相信他们 就做一天的客户 就这种感觉 因为你是度假风 所以那一天拍摄还是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作为明星创意师 易将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就很像家的感觉 因为我每次回去 他们都会在我那个板子上写小子 欢迎光临 欢迎回家 就是很舒服 每次去拍摄的时候 都会觉得这一天是很放松的状态 在影视剧作品中穿过几次婚纱 有没有哪件是你非常喜欢的款式呢 是啊 我真的不记得了 好像每一部戏都有穿婚纱的剧情 真的 我比较喜欢有一个民国的 好像叫大秧格的那个 穿的是大红袍 就是很有我们那个传统风格的那种感觉 句句有婚纱造型的杨子 让A先生过目不忘的是在 大驾风上中 这一身温柔梦幻的婚纱造型 既显优雅大气的好技智 是又线又美的小猴子 看杨子穿婚纱 真的知道了什么叫做心动呢 有没有想过自己结婚时 是什么婚纱造型呢 目前没有 因为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而且每一部戏包括都有穿婚纱的这种 很多款式都有尝试过了 最近有哪些动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在拍一个电视剧叫做女心理师在三亚 大概会拍到明年三月份吧 就这几个人应该都是在忙这个事情 2021有什么寄予送给自己和粉丝们呢 开开心心 然后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